好 孩子们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 前面咱们讲了体积公式 也讲了表面积公式 对吧 咱们体积公式呢 老师在这给你写了啊 长方体的A乘B乘C 正方体的就是A乘A乘A 对吧 那除了这两大公式之外 咱们刚才是不是还讲过 所有的柱体 它的体积都可以怎么办来着 都可以用啊 底面积 乘以高是不是来求得啊 都可以用底面积乘以高 你可以再回去试一试啊 这个A乘B是不是底面积啊 A乘B是不是底面积啊 这个A乘A是不是这个A乘A是不是也是底面积啊 所以所有的柱体都可以用底面积乘以高来得到它的体积 好 一旦确立了这个之后呢 咱们接下来再看几个小题目呗 练一练啊 第四题 挖一个长6米 宽6米 啊不是 长8米 宽6米 深2米 862 蓄水池 蓄水池的占地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那我们别着急 咱们一个个求吧啊 先求第一个 占地面积 这是求的什么 求的面积 对吧 那这个就是你占了多少 啊 是不是求的底面积啊 就这个坑啊 这个多大啊 48 注意啊 面积是平方平方米 如果给这个蓄水池的四周和底部抹上水泥 抹水泥的部分是多少平方米 第二个同学们来求以后吧 你先告诉我 第二个求摩水泥的面积的话 那是相当于求什么 哎 求表面积啊 求对了吗 我觉得应该能求对啊 好 咱们来一起口算一下就行 首先 它上下是只有一个的 但是它前后左右 就是这个最后的一道的 就能够对了 这个阳子也要到达出了 基本上是什么 好 咱们的地方 在这边 就是那个阳子 这边就是这个阳子 这边就是这样的阳子 这边就是这样的阳子 我现在就会有点允许 这边的阳子 好 但是可以可以 这边的阳子 就是这样的阳子 然后就会有点允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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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